故事开始了 故事开始之前啊 我们不讲故事 先说个谜语 有一样无价之宝 我们每个人都有 但是 这无价之宝咱们谁都留不住 每个人都有吧 它带给我们的财富 又都不一样 请问这样无价之宝 是什么正确的按两个字 每个人都一样啊 但留不住 大脑我们留不住吗 什么 时间 对不对 时间 非常的有价值 但是我们谁都留不住 接下来 我们就讲一个 跟时间有关的成语 今天芝麻的故事 叫做成语中的科学 说到时间 你们会想到一个 什么样的成语呢 提示一下七个字 节约时间的 就是有这样的成语 我们经常用它 但是根本没想过 这成语是怎么回事呢 寸金难买寸光音 就是这样一个成语 光音 是什么意思 光音 为什么能代表时间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好吗 光音为什么能代表时间 因为 因为在古代 我们有一种计时器 叫做日轨 故宫里就有 对不对 这个日轨啊 有一个鬼针 有一个鬼盘 像我们的手表一样 但是 它是通过太阳照在鬼针上 留在鬼盘上的影子 来算时间的 影子走多远 时间就走多久 那么一寸光音 究竟是多长时间呢 25到30分钟 一寸光音的平均时间啊 好了 一寸光音的时间问题 咱们解决了 再来说说 一寸金 不对啊 咱们现在说金子 论一刻 对不对 一寸黄金 寸是个长度单位 一寸黄金 它到底有多重呢 不要着急 《汉书识货志》里啊 有这样的记载 方寸为一斤 什么意思 一寸 不是我们说的长度一寸 是一立方寸 那一寸金到底有多重呢 刚才我说了 一寸是一斤嘛 那现在的一斤是500克 对不对 古代不一样哦 西汉的时候 一斤248克 东汉的时候 一斤220克 一寸光音30分钟 一寸金 大概是人民币 7万多块 算一下 在古人的眼中 一分钟的价值 就是人民币 2000多 哇 换过来 想一想 如果我们耽误别人 一分钟的时间 罚你2000块钱 上课迟到 迟到一分钟 罚款2000 你还敢迟到吗 上课迟到成本很高 对不对 从这样的一个算法 我们看出来 一寸光音一寸金 我们要不要珍惜时间呢 接下来 这个成语 我们都经常用 但是没想过 它到底对不对 这个成语叫做 闻鸡起舞 闻鸡起舞什么意思 我知道 闻到鸡肉的香味 就激动的跳起舞 胡说八道 这个成语不是这样的 这个成语叫做 听见鸡打鸣 就起床练舞练剑 对不对 来自于祖涕的故事 对吧 祖涕和刘坤两个人 晚上睡觉 突然有一只鸡 这么晚就叫 好过分 祖涕醒了之后 一脚把刘坤 屁股上 砰 起床 咱们俩开始练舞吧 于是两个人天天 鸡一打鸣 就起床练舞 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将 对吗 可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文鸡起舞当中的科学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文 咱们现在都是 哇 味道好香啊 文味道的意思 是不是 怎么在这个成语里 变成了听呢 第二 文鸡起舞 鸡 每天早晨都打鸣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人不能早晨 起来打鸣呢 第三 文鸡起舞 听到鸡打鸣就起床 很好 但你知道鸡几点睡觉吗 不知道鸡几点睡觉 你跟他一起起床 是不是很愚蠢 好 我们来解决这三个问题好吗 第一 文 原来就是听的意思 门里面一个耳 对不对 那怎么会变成文味道呢 因为古人啊 没有表示味道的词 但是 听和文味道 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味道 声音 都是我们既看不见 又摸不到的东西 对不对 在古人眼中 他们是一种感觉 这叫通感 于是 我们就用文 来表达文味道的意思 时间长了之后 反倒现在 我们不特别提出 文就专指文味道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听字 对吗 好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公鸡 公鸡为什么会打鸣呢 人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啊 公鸡的脑子里 有一样东西 叫做松果体 人的脑子里也有 但公鸡脑子里的松果体 它会分泌褪黑素 当太阳光 照射过来的时候 褪黑素的分泌 就会增强 公鸡就受到了刺激 于是它就 你刺激我干嘛 我要跟你打架 于是它就打鸣了 不由自主的打鸣 以至于到现在 即使公鸡在黑天的情况下 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也会 因为松果体 给它形成了固定的刺激 好了 那公鸡几点打鸣呢 根据不同的季节 时间不同 夏天早一点 冬天晚一点 反正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大约是凌晨的四点到六点 那鸡一打鸣 我们就起床 到底好不好 认为好的举手 认为不好的举手 好 我来解释一下 如果鸡打鸣就起床的话 有好处 什么好处 在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 以五点为标准 我们人的大脑 完成了一夜的编码工作 把昨天干的事 编成了各种程序 编好了码 好 归到档里 关到抽屉里 扔到书包里 我是一个全新的脑子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起床 背会儿唐诗 记会儿课文 记点单词 记忆力非常好 会事半功倍 但是 刚才我说了 如果我们都五点起床 跟记忆一样 你知道记几点睡觉吗 记忆十一点睡觉吗 记忆两点睡觉吗 鸡夜八点睡觉吗 正确答案是鸡 不睡觉 鸡为什么不睡觉 鸡是鸟类 对不对 像鸟老师一样 是鸟类 鸟类是不睡觉的 确切地说 它们没有深睡眠 它们只有浅睡眠 鸟在放松的时候 它的爪子 是紧紧地勾在树干上的 对吗 它警惕周围有没有人 有没有天敌 只要你来 影响我 我就 啪 飞走 它们醒着的时候 反而 爪子是放松的 对吧 因为它在地上走 你看鸡就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 它们从不睡觉 只是随时随地在打盹 瞇一会儿 我再瞇一会儿 哎 可我们人类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吧 你不能随时打盹吧 上课打盹 老师兄用粉笔头 砸你脑袋的 所以 我们虽然要文机起舞 但是要按时睡觉 这就是文机起舞背后的科学 好了 芝麻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成语 喜欢成语当中的科学 谢谢